很高興看到各位可以在我們下明天 可以握空來這邊一起來看這部 最近在台灣各地上有的這個紀錄片 我們要大概看到一半 那我主要是有兩個角色 一方面我本身我的博士其實也是白色恐怖 像這個是我們研究者對這個影片對我興趣 另外一個我也是當年的這個案件 後來衍生出了很多的抗議活動 我也參加後接場 所以我大概可以來談談的 從研究的角度來看 或是說我過去三個紀錄片 那我們大概分成三部分 一開始我們先看條規案 讓各位對這個案子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那接下來大概有六十三分鐘左右的一個紀錄片 那放完之後剩下的時間 我們大概有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們再來進行討論 大概有些討論進行一個程序是這樣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獨裁會案 那這個案件發生在1991年的5月9號 那調查局宣布破獲一個叫獨立台灣會 這個的一個所謂的在台地下禮止 那這個就是由史別先生所主持的 那剛好也不久前史別先生的紀錄片 那各位可能有聽過他在那個西院 其實很多地方都在國裡 那抓了四個人 就是這個陳正軟、廖偉城 我們就會分離這四個人 他一個話幫他張貼後也被抓 那這個事情 已經好像已經解了四年後了 19870解了 那這個四年後竟然還有 因為參加一個某個組織就被抓了 他其中尤其是廖偉城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那這一天他們一大早跑到清華的出社 抓了這位主持 所以引起了很多的抗爭 那包括很多大學生 接著下來就是帕克 甚至開始在四方那一邊 就在台北車站開始靜坐 那個我沒有撐這一場 那時候對大學的影響一生就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些大遊行 這世界反而真是太大遊行 我剛剛一開頭那個海報就是了 那海報 那 那 接下來在這樣的一個 敦台會事件發生了以後 那 八天後這個整治派案條例被被除 那這個 等一下我會來介紹什麼叫整治派案條例 這是在台灣反正火候時代非常重要的一個法律 那但是也在這同時 台灣的成員也被起訴 那 所以這個 他們開始就意識到說 光只是廢除 只是判斂還不夠 因為它只是 行把一百條普通斂案罪的加強版而已 所以接下來也有很多人開始 朝向所謂的要廢除行把一百條 所以我等一下會介紹一個叫做一百七動員網 這樣的一個組織 那 這個是接下來八天後所發展出來的一個情況 那 這年的十二月 那 這些獨台會的成員就被判刑 那果然就是用七百一百條來判判 判民眾的這樣的一個罪 那 直到隔一年 在很多人的抗爭影響 那七百一百條法也是沒有廢掉的 但是有修正 那修正之後 等於說 加入了一些要件 那 之後就不再有無論判斷犯 那最後獨台會發回非省 最後在隔一年 就判所謂的免訴 所以這個事件才結束 所以獨台犯就被視為所謂的末代判斷犯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那 這是按照時間的順序 我們來稍微秒看一下 那一下我們就開始來看影片 那這下有時間 我們再來訪問 我們再來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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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情多情意 你就今我大客帳 有票到人的心 无关就不买 狗话都不习惠在 快去一趟 大家看下来 嘿嘿 真是你太无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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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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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